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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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到這一篇 他是問你說這個閱讀下文之後 何者與本文的情懷相近 好那首先先來看一下這一篇 這個願歌行 心裂其玩素 鮮結如霜雪 財為何歡善 團團似明月 初入君懷秀 動搖為風發 長孔秋節制 梁彪奪炎熱 氣捐妾似中 恩情中暴絕 什麼意思啊 先表面說嘛 心裂其玩素 鮮結如霜雪 是說我心剪下來的 心裁切下來的布料 非常潔白 像霜雪一樣 財為何歡善 團團似明月 我把這個布料啊 這裁切製作成了兩支扇子 兩支扇子 合歡善 那是兩支 為什麼 你一支 我一支 團團似明月 假如把它合在一起 那是明月 那你看 月亮圓的 那我跟你團圓 是吧 所以這個合歡善是夫妻一人一支 接著呢 出入軍懷袖 動搖微風發 你的那一支啊 我就希望 你呢 就把它 時常放在袖子裡面 天氣熱的時候 搖一搖 好 你就涼了 就好像我隨時陪伴在你身邊 照顧你一樣 接著 長孔秋節制 涼彪奪炎熱 氣捐妾似中 恩情忠道絕 那我就很害怕 我很害怕秋天來了 秋天來了 天氣變涼 涼彪奪炎熱 天氣涼了嘛 天氣涼爽之後呢 你還需要扇子嗎 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扇子之後 你就會把它丟掉 丟在你的背包裡面 丟在你的竹樓裡面 那我跟你的恩情 我跟你的恩情 我跟你的恩情 我們兩個之間的感情 就會停止 是吧 所以斑解於這篇怨歌行 其實呢 是用這個扇子 用這個扇子 來講自己 跟心上人的感情 可以吧 用扇子來講 自己跟心上人的感情 我希望跟你 好 我跟你 就是那個和歡扇 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一對 但是但是 我也很害怕 哪一天 你不愛我了 那我就是那個 秋天的扇子 對吧 我們講秋扇見捐 秋扇見捐 秋天的扇子會被丟掉 是吧 好 那 我也很害怕 我是那個秋天的扇子 好 就被你丟在竹樓裡面 好 就不再使用了 我跟你的感情就會中斷 是吧 好 那所以 與本文的情懷相近 那來 A選項 詩人表面寫 乍暖還寒的秋季 實則暗示自己 看盡人生百態 不是 首先他也不是寫秋季 再來他也不是暗示自己看盡人生百態 他是用扇子來講自己的感情 可以吧 那再來 詩人以圓月般的扇子為裕 表達可望與情人團聚的心情 再來 C選項 詩人本身以不再被喜愛的扇子 當作比喻抒發 失寵的愁苦之情 可以 沒問題 再來 諸選項 詩人以潔白似血的思捐 象徵自己不願同流合物的高潔心智 不是 不是不願意同流合物的高潔心智 而是 自己不再受寵愛那種失寵的這個失落感 可以吧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C 好來各位 我們來看到這一題 好 這個是題組 來首先 爭點 這個爭點就是爭子 就是爭子 好 那這個爭點 他說 牧村者 就是到了春天的時候 到了春天的時候 春服繼承 就穿著春天該有的這個服裝 把冬天的大衣脫下 換成春天的服裝 冠者 五六人 成年的人 冠者 成年的人 成年的五六個 童子呢 六七個 就反正帶著一群人 欲乎 豐乎 豐乎 勇而歸 這個欲乎 不疑是 在移水 在河流當中 洗澡 沖澡 因為冬天太冷 古時候因為就是 當然這個 因為暖氣啊 或者是這個 沒有所謂的吹風機 冬天盡可能不洗澡 冬天盡可能不洗澡 因為怕感冒 那 這到了春天 天氣轉暖之後 才趕這個去洗澡 那因為你看 冬天假如說 你從十一月開始不洗澡 那到了春天 真的天氣變暖了 那應該是二月三月的事情 你四五個月不洗澡 那不是搓一搓的事情而已 是吧 所以他們就一群人跑到河裡面 洗刷刷 那風呼無語 吹著春風 邊唱歌 邊跳舞 邊吹風 把自己吹乾 勇而歸 歌勇著詩歌 就回家了 夫子溃然而探約 夫子就孔子 孔子就感慨啊 無許典也 這個字等於這個 許諾的許 叫 贊同 我贊同 爭點的想法 我同意爭點的想法 我認可他的想法 是吧 那以下詩句 何則與此意境最接近 這個意境 算是他描繪的一個畫面 那是在講 春天的這個服裝 春天的這個這個出外的一個行動 是吧 那A選項 春淺紅怨眼霜環 唯雨花間 奏閒無言暗江紅淚談 那你看 這雖然一樣是春天 可是這是傷春悲秋之感 對吧 這傷春悲秋之感 你看 它有怨 然後呢 又無言 然後又有淚 這肯定跟上面的那個情感是不一樣的 上面這你看 又洗澡又跳舞又唱歌的 對吧 跟這個怨流淚無言 怎麼會是一樣的意境呢 那B選項 雲霞出海樹 梅柳渡江春 熟氣催黃鳥 晴光轉綠瓶 那你看 這個樹光 春天的樹光 已經這個這個灑下來了 梅柳渡江春 這個梅花柳樹的這個氣息 都已經讓這個 都已經渡過江 這個帶來了春天 熟氣催黃鳥 這個讓人覺得美好 讓人覺得舒服的這個空氣氣息 吹熟著這個黃鷹 那黃鷹鳥 這鷹鷹燕燕 都是春天的鳥類 吹熟著黃鷹 這趕快出來唱歌了 趕快出來提教了 晴光轉綠瓶 甚至連那個綠色的枝芽 也因為被曙光 被春天的光芒給照耀到 於是它開始生長 那這就比較接近這種春天美好的氣氛 是吧 那C選項 欲接空阻力 宿鳥歸飛機 何處是歸城 長亭更短亭 這肯定是私鄉對吧 何處是歸城 哪裡是我回家的路啊 哪裡是我回家的路啊 長亭更短亭 那這個古時候啊 因為這個這個路上 路上 會有這個所謂的涼亭 那這個涼亭呢 就是代表著 除了是 某個這個 除了是那個地方的行政區 又劃分 是一種界線之外 也是一種距離 因為古時候沒有所謂的路標 不像我們現在有國道什麼 國道南下38公里的地方 他們沒有那種標示 所以30里為一亭 30里為一亭 那 那這長亭更短亭 就是放延望去都是涼亭 所以咧 不知道哪一條路是回家的路 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回家 對吧 好那 朱選項 若爺西上踏梅台 性盡張凡再久回 丁草暗花魂不見 青山無樹族人來 那你看 性盡張凡再久回 對吧 他是出去玩啊 對吧 出去玩啊 玩完了準備要回家了 丁草暗花魂不見 旁邊的水草 河岸上的花朵 其實我都沒看見 青山無樹族人來 哇 一路上的青山 一路上的綠水 無樹啊 數不清啊 族人來 好像跟著我回家一樣 這出去玩 對吧 好那 你說老師這出去玩 不是跟上面這個 玉乎儀 風乎儀 勇而歸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 這是春天的一種儀式 你說這算儀式嗎 算 這是一個季節性該做的事情 對啊 就好像 夏天你就是該播種 夏天你就是該耕耘 秋天你就是要收 然後冬天你就是要躲在 就是盡可能待在家裡 不要出門 免得感冒 免得這個天寒地凍 凍死在外面 那春天你就該出去洗漱 該整理好自己 迎接新的一年 這很正常嗎 對吧 這並不是出去玩 好吧 這並不是出去玩 而是進行一種 春天該有的活動 OK 好那 但諸選項是出去玩 那就不一樣 那答案選B 會比AC諸更好 OK 那下一題 來 乘上題 根據文藝下列選項中 選出最正確的敘述 A選項 文字所描述的季節 那是春天啊 對吧 恰好是斗標 這字念標 不是西指 是東指 請各位記得喔 這標示看得懂 這邊有畫這個箭頭是北方 東南西北分別對應春夏秋冬 可以喔 東南西北分別對應春夏秋冬 OK 這樣子對的 所以春天是東邊 春天是東邊 再來 豐護語是由名詞轉動詞的轉品 對啊 原本是wind 這邊變成動詞叫blow 對吧 變成吹了 好那再來c 灌折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這個五六六七是一個虛數 好是一個虛數 不是真的五六 不是真的六七 是一些 是一些 是吧 那這數字的用法 這虛數呢 可是三五之一 這叫西數相乘 也就是三乘五 這是十五的意思 對吧 那怎麼會相同呢 這肯定不同 文莫 夫子溃然而嘆的原因是感傷之音難密 不是 是這個算是認同爭點的想法 是算是對爭子的一種認可 好是一種這個感嘆 哎呀 這個徒弟長大了 好 跟我有一樣的想法了 真棒 可以吧 所以這一題答案我們選b OK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